这是一句看似莫名其妙的神秘暗语 却直接改写了历史的首相 1976年 陈云突然致电叶帅 并委托秘书向老帅传递了一句颇为奇怪的话 姓汪的亲戚带了花生 请您平常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叶帅居然描总了这句话 似是而非的暗语含义 那么陈云的话究竟有何深意 这背后又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976年9月9日临时时分 毛主席与时长辞 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挠道 可自从8月下去 毛主席病种之后 那些包藏祸心之人在上海的死党就一刻也没闲政 他们先后给上海民兵紧急发放了7万多只枪 300多门炮及1000多万发的各类弹药 在主席离世之后 这些人更是没有了最后的约束 秦梅也变得愈驾的四无其他 有人开始挖空心思想要掌握老人家留下来的文件 及档案资料 并试图篡改老人家的最高知识 有人则撇开了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让自己的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紫光阁 另设电话及办公室 他们先是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 通知各市县及自治区党委 有重大问题一定要向他直接反应 其目的是不言而言 更为可怕的是 这伙人还密切监视着华国锋等其他常委的行动 两者之间的斗争似乎一处几方 当然 华老人等也没有坐以待地 针对这些情况 他们早已有所料起 并开始有条不紊的筹划着反制手动 当时的叶帅已经年紧八旬 他已在西山养病为由 暗中支起了一张保护膜 紧膜密鼓地联系着党东央的各个老同志 一个平静的午后 叶剑英和长子叶选廷在书房砍书 秘书前来报告 陈云同志打来电话 说有姓汪的星期 特地从老家带来化身 想送来 请你品尝一下 随后 秘书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原来 这段时间有许多干部 打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旗号 来试探叶帅的才子 他认为陈云也是其中的因缘 更加让他无语的是 陈云居然给出了如此敷衍的利用 花生又不是什么稀罕万样 还需要特地打电话来告知老帅吗 可此言一出 叶帅的表情立马变了 他沉默了几秒 态度坚决地说 不需要 得到上级指示的秘书离开了书房 老帅当即意有所指的看向了儿子 似乎是在询问他的看法 叶选平略作思索 便笃定地说道 陈云之所以落死 一定是借着花生的由头 来说某件事情啊 叶帅特地询问叶选平的意见 显然是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那么这一神秘的暗语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叶帅为何对陈云必之不及呢 想了解后续内容 请点击投赏 进入到主页 查看下集的精彩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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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